第一次教大家如何用反应训练球去玩一些个人的游戏 其实这个游戏都可以玩一些双人的游戏 我今天邀请到阿泰来和我一起示范一下 如何用这个反应训练球去玩一些双人游戏 第一个游戏就要把这个反应训练球和你的partner对调 玩法很简单 首先我们两个面对面大家 然后任务就是要把球扔到地上给对方接住 同样地对方接了球后就要扔给你 我们两个示范一下 这个游戏也可以增加它的困难度 例如我们可以要求对方只能用单手接 第二个游戏就可以用这个球和它做一个墙壁对打 这个游戏有两个规则 首先球打到墙壁之后 必须要弹一下到地上才可以再接回 第二个规则就是我们不可以阻止对方的前行 或者是它的移动 要不然就会视为犯规 那就会输的了 今次我会和阿泰玩一次三分 好,那我们开始了 第三个游戏可以用一个呼拉圈 或者我们弄一个圆翅就放在地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像一个对打的形式 我们可以自由走动 扔球给别人 但还是有一个规则的 首先第一,球一定要在圈里面 第二,就是我们不可以阻止别人的前进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玩了 基本上就是三个可以用反应训练球去玩的游戏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觉得我们高充的了一 Sang 是不突然? 我们有一位的轻微赛